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和听众朋友们播报不外乎还是天气状况 那么在这个星期从星期一到目前星期三为止 可以看到德州北部中部南部都经历了冬天的冰封暴 那么这个冰封暴尤其是在德州的中北部最为明显 那么在休斯顿的地区气温也都被压低到华氏40度以下 那么在休斯顿的北边和东边还会碰到这个冰雨的情形 那么这一个冰封暴或是冰雨呢 将会在星期四的早上可能才会慢慢的缓解 不过到了星期四就是明天还有在某些地区会有严重的暴风雨 一直要到这个星期五天空才会晴朗 总之这几天都是十分湿冷的天气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则消息 这是来自这个应该是Humble ISD的Atagosian High School 那么在这个高中日前有一个群体斗殴或是打架 其中警方逮捕了五名学生和两名父母 因为这两名父母被控他们带着武器进入了学校的校园内 那么虽然这个打架是在几乎学校要已经下课的时候 但是学校还是发出了信件 表示这些相关人士被警方逮捕 而被控的这两名父母呢 他们表示他们九岁的孩子在学校被人用刀从后颈刺伤 并且呢在学校斗殴的时候被15名小孩团体的殴打 因此他们才带着武器到校园去看是什么回事 而在学校的parking lot上呢 还被学生表示呢将会将他们的所开的车子给射翻 因此他们才拿出手枪表示一切是以滋味为主 总之现在在这个学校因为群体斗殴的事情 已经让很多学生的家长表示对孩子们的安全十分的不放心 好再来看一下这则让人非常难过的消息 就是这名年仅三岁的小男孩 现在在医院里面为他的生命在战斗 因为他被父母送到医院的时候呢 医生和警方表示他有严重的内伤 还有严重的这个营养不良等等 现在调查呢发现原来是自己的生母和生母的男友虐待导致而成 那么现在警方已经加母亲和男友逮捕 以一级Felony这个应该是罪犯起诉 法官给他们五万元的保释金 现在在Harris County的监牢之中 可怜的小男孩现在在做生死挣扎 医生说他在他的头颅上面有明显的销伤 那么有许多的内伤包括了肝脏破裂 还有肺部也有淤肿 和他的胸骨也有破裂 总之警方表示呢 这个小男孩的哥哥今年五岁 已经被德州儿童保护局送到另外 可能是亲戚家戴维看养 正在决定要如何处置三岁的小男孩的时候 结果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残局 好那么在昨天美郡和亲众朋友们播报 是DPS德州公共安全局和休斯顿警察局 在休斯顿西北处破获了这一个非法经营毒品的生意 警方表示呢这个四个人被逮捕的呢 他们是使用一个豪华轿车租用的一个生意幌子 那么在他们的店面呢 其实是真正的做的生意是在贩售毒品 警方表示当他们破获进入到这一家 是以租车公司做为其名 而真正的目的是在卖毒品 包括了毒性最强的Fentanol 在日前的这一个大搜捕之中呢 警方查获了有44磅的大麻 17磅的Fentanol 还有许多的Xenex pill 就是药丸等等 而且他们说呢 这些假的Xenex pill和Adderal pills 应该都是处方药 他们外面可能都加了Fentanol的这个外围 让他们的顾客不容易发现 而且让他们的顾客觉得效果是奇强 但是在去年得救许多的这个意外服食药物 而致死的情况当中 97%都是跟Fentanol有关 那么现在相信这四名将会被法官起诉 好最后我们来看两则是在Harris County 法院中的消息 那么在昨天Harris County Commissioner Adrian Garcia他提议说在日后将会把Harris County的这个收费道路呢减价十五三 从一块半降到一块三毛五 来帮助广大的Harris County的居民使用道路的时候能够负担稍稍减轻一些 那么但是这一个减价虽然通过了 可是要在八个月之后才会实行 另外Harris County法官Hedago 他对日前出炉的这一个是由Harris County选举主管 或是选举官员所出的报告 来解释为什么去年11月其中选举的时候 Harris County许多投票所有许多的疏失 那么居然是在等了两个月之后 这一个election report 就是选举回顾报告才出炉 但是呢这个整个选举回顾报告呢 并没有真正的把许多这个问题数据化 或是没有很好的统计数字等等 但是Hedago表示呢这是非常仔细的报告 并且表示这是选举官员 他们能够做最好的报告了 那么到底在去年其中选举Harris County 可以说是经历了所有德州各式county中 最糟糕最烂或是最慢的一个选举过程 因为发现许多投票所呢 他们是到最后大家没有办法投票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纸张 还有就是他们开始的时候晚了 等等各式各样的疏失 而这也不是第一次 但是呢似乎Harris County的这个投票的主管单位 还是没有办法十分好的掌握 或是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那么马上不到几个月之后又会有选举 因此ABC13台的记者在怀疑到底Harris County是否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把这个问题解决 而另外Hedago也表示啊 这个是Harris County的法官说 他觉得现在DA Office就是Harris County的检控官办公室 要求多500万元的预算来聘请更多的检控官或是司法官 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合理或是不应该的情形 那么向来我们知道检控官办公室的司法长Kim Ock和这个Hedago法官呢 两人有过节 而在昨天Hedago法官更是说Kim Ock是一个大bully 那么他所要的预算呢 已经超出了他应该有的范围 但是Kim Ock最后他的这个要求得到了其他Harris County Commissioner的同意 因此他最后还是感谢Harris County Commissioner 同意他的这些Commissioner了解在Harris County司法长和司法官司法部门的重要 那么将会聘请更多的检控官来加速处理罪犯的案子 好的亲眼听的朋友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